嗨 各位來到鐵花城的朋友們 大家晚安 怎麼樣 你們心情不好嗎 因為下雨影響你們的情緒嗎 大家晚安 歡迎大家來到鐵花城 今天是週五 十三號星期五 不曉得你們會相信這個 黑色星期五的傳說 但是沒關係 反正就是週五 那我們今天有邀請到了一個團體 他們叫做藍調 那其實是在2014成立的 那在今年他們有發行一張專輯 那在票口呢 待會如果聽話有興趣的話 可以到票口 目前只有擺放六張 但是如果買完的話 我們好店 就是那邊是我們的鐵花吧台 就是剛大家購買飲料兌換 購買門票兌換飲料的地方 那在旁邊是鐵花好店 它是販售一些CD 還有一些我們的文創商品 那在最旁邊是我們的台東好店 所以如果待會到票口購買完專輯之後呢 可以到那個最旁邊那個好店結帳 那我們今天週五週六週日呢 都有慢市集 有首創市集跟農夫市集 那如果大家肚子還有點餓 或是還想喝飲料的話 都可以逛逛我們鐵花村周邊的一些攤販 那今天不小心下了雨 如果你沒有拿到雨衣的朋友們呢 都可以跟我們的工作人員索取 那在我們這個背後呢 叫做藍色小屋 為什麼叫藍色小屋呢 因為它是藍色的 那平常我們禮拜三禮拜四的話呢 在裡面會有一些 比較 比較小編制的一些演出 那週五週六呢 我們都會拉出來 然後週日在那邊草地的 會有一個草地音樂的演出 那大概這就是鐵花吹一個禮拜的生活 然後呢再跟大家介紹一下 那如果你有吸煙的朋友就是到後面 同時也是洗手間 洗手間 所以如果有抽煙的朋友就到那邊 好然後 今天週五了嘛 恭喜大家都已經忙完一整個辛苦的 一到五的一些上班的時間 那接下來就是 好啦沒事啦 那也祝大家可以有一個愉快的週末 那我在這邊呢 請代表台灣好基金會 還有鐵花吹 再次歡迎大家 你們準備好要聽音樂了嗎 好 真的嗎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掌聲歡迎 藍調 好 好 好 看看 還是